家具這一組也是人跟事物分開的 這個分離式的動詞片 第一組是o什麼to或者是ascribe to 這個是用在好的 我們中文解釋為歸功於 如果是不好的就會翻譯歸咎於 這個時候要用attribute to 我們看比較好的這些感謝人 也用thank人for事情 你看這也是分開寫的 這個上面我們才講過 讚美人是praise人for事情 責備人是blame人for事情 這一組在寫作上確實是很容易出錯的 我們現在不妨來看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he owes his good health to constant exercise 他把這個我們假設當成是a 歸功於b 他把他的良好的健康 歸功於constant exercise 不斷的運動 所以為什麼用to 因為他配合oh出現 oh to 第二個例子 sailers attribute the shipwreck to the storm sailers是船員 attribute這是用在負面的 我們翻譯咎於 把這個a 歸咎於b 就是把這個船沉掉了 這件事情 歸咎於是暴風吹的 所以 船員 就把這個 啊 船會沉掉 都是因為這個 這個暴風太強了 是歸咎於 所以要分清楚 左邊第一個是好的 第二個是不好的 下去我們看 第一題 他把事業成功歸功於父母及老師 題 動詞就是歸功於 oh 好 A在哪裡 事業成功 B在哪裡 父母及老師 事業成功 究竟是事業還是成功 要分清楚 因為事業就是事業 成功就成功 這是兩件事 我們要先寫什麼 他把事業歸功於 還是說他把成功歸功於 當然是成功 所以我們要先寫成功 那個事業 就要轉篇語來寫 轉成 介系詞篇語 好了 他的成功 he's success c-c-e-s-s 這是名詞 這是正確的 同學常常會混淆 寫到動詞了 這個就不對了 那麼 要用success success 他的成功 不能用succeed succeed succeed 是動詞 success是名詞 所有國家名詞 加句 哪一方面成功 在事業上 這要轉成介系詞篇語 business 前面加的介系詞就是 in business 這樣才是 把事業成功 那歸功語是 oh 什麼 to 所以後面要加to 歸功語 誰 父母 及老師 這個父母老師有沒有特定 有 他的父母 他的老師 當這個名詞有特定的時候 不要忘掉 要加所有格 或者是加定貫詞 的 那這個是講人 所以用所有格 to his parents and teachers ok 這個就是 我們 前面的 歸功語 用在 好的這一方面 oh to的 表達方式 我們再看 第二題 第二題 就是歸咎於 地球暖化 這個科學家是主詞 把環境改變 這是 A 歸咎於 B 地球暖化 所以這個不會很難 我們直接就把答案 給他完成 科學家很多 所以要用負數 scientist 加句動詞出來了 歸咎 動詞 動詞是 用上面的 這個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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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歸咎 什麼東西 A寫出來 環境改變 這個 這個 環境改變 我們可以用 形容詞 配 名詞的寫法 envi 來 lom mento 這是形容詞 改變 用 changes 名詞 這就是環境上的改變 歸咎於什麼 to 歸咎於 地球暖化 英文叫 global warming 這是地球暖化 好了 很 精簡 惡藥 就給它 完成的 這樣子 那麼 這個 環境改變 老師也有看過一種寫法 叫 一直在改變 也一直在變化的環境 所以 你如果寫這樣子 Changing environment 好 這個 chang ging envi iron ment 這個就變成 的 加一個定觀詞 的 好了 因為這個是指我們地球上的環境改變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這個changes 其實是名詞 Changing 這個是形容詞 一直變化的環境 這就是 形容詞 配名詞 這個也是 形容詞 配名詞 這兩種寫法 大概 在這個句子裡面都能接受 好了 歸咎於 global warming 全球的暖化 OK 這一組 也是 難度比較高的 但是不管怎樣 這種分離式的 人跟事物要分 分開寫的 這種寫作語詞 要特別的留意 我現在可以看你 我現在可以看你 也會有